夏先生住在杭州林平区 去年三月 他在高架上追尾了一辆网约车 夏先生提供了视频 他开的大众汽车引擎盖撬起 被追尾的吉利汽车尾部凹陷 零件散落一地 夏先生说 当时的事故认定单找不到了 他是全责方 保险公司对双方车损进行了赔付 事情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是因为涉及到了其他费用 他那个是运营车辆嘛 就是说我一个期间 他是不能运营了 他让我赔去他那个停运勿工费 所为500块一天嘛 是在交警大队填起那个责任认定书的时候 他说让我先垫5000再说 知道吧 我感觉有点多了 我本来想是 基本上这种情况的话 赔个三四千块钱就差不多了 因为车子的话修个七八天 就差不多了嘛 停运勿工费的事 两人没能达成一致 后来对方车主陈师傅 通过法院起诉了夏先生 提出了诉求 我就觉得他这个500块一天 跟那个天数很不合理 根据他的工作流水账单的最高值来算的 车子的话 我的那个车子比他的车壮的还严重 最多也就修个十天八天的吧 他修车修了26天 就是26天乘以5 就是就是13000了 论责任的话 我确实也是 他让我赔付他的停运勿工费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他不能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这样被他压到底 就是我希望就是说 就是这件事情说处理的方式呢 就是从中取得一个平均值的方法 来处理这件事情 记者联系了对方车主陈师傅 一个月平均下来 每天的流水大概是多少 方便说吗 至少500多块钱 我有时候两万一个月 两万多也有的 防御人员也看了嘛 修车的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4S店的人 他说初步估计要修15000 我当时是这种想法 我15000嘛 是吧 比如说5000块钱 我可能也会接受呢 他说一天 而且不跟我谈就走了 那我只有起诉啊 那您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 防御人3月1号开庭吧 那让防御人喷 喷嚷嘛 双方各有各的诉求 最终夏先生表示 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